金曲歌王曹格相隔十三年 再次在台北舉行演唱會 吸引近千名歌迷到場支持 這次亦是曹格去年11月離婚後 首度露面 他以一身黑色西裝登場 一口氣唱出多首歌曲 狀態相當不錯 留下這句也是你 我要無論超越 我要看見你 為你的笑 如果你要快樂就 打算跳 你不要算掉 翻到多條 一次的真正又開始 是最重要的 我愛我的 曹格去年回復單身後 經過一段日子的沉澱 再重新站起來 要結束十四年的婚姻 的確不容易 但曹格這晚 亦沒有刻意被談離婚一事 他還不介意休自己一默 可能今天有認識我的朋友 很熟悉的 我都記得你們的名字 幹嘛 每一個都以為我沒有老婆了 就已經有機會了 你看這樣子 給一些男生機會 你叫什麼名字 帥哥 雖然婚姻破裂 但這晚曹格 亦素度提及前妻吳促齡 除了要將歌曲獻給前妻之外 還跟歌迷說笑話 前妻亦是座上客之一 雖然這晚前妻未有現身 但曹格亦心情高白 坦然仍然愛前妻 看得出曹格很捨不得這段婚姻 我像無所謂 不所謂 我願望為 我願望為 無論自己變成 無論我會不安慰 無論天地有多虛偽 我們需要這股能量跟信心 因為我在台灣跌倒很多很多次 也站起來好幾次 而這次跌倒得很痛很痛 可是越痛我就越想站起來 然後你們不知道 你們今天坐在觀眾席 坐在這邊聽我唱歌 那個鼓勵跟給我的力量 是你們無法想像的